最近,P2P行业经现爆雷潮,问题平台接连出现,据统计,自6月份以来的40天时间里,P2P网贷新增问题平台133家,网贷行业可谓雷声滚滚,为此,深圳,上海,广州,加苏四地的行业组织,前后密集发生,遏制P2P行业突然集中爆发的风险,要求网站不能关闭。 高管不能失联,跑路。 同时,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,1月16日发布消息称,要加强社会诚信文化建设,相关部门应进一步加大,打击,恶意逃费债等行为,维护规范合同的程序效力。 同时,进一步发挥司法协作,资金存管,信息披露,信用信息共享等基础设施手段作用,形成实性联合成见。 此外,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还表示,要加大金融法规知识普及教育,引导会员机构依法合规,加强自身权益保护。 在维护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的同时,提示金融消费者应遵循契纪约精神,依法履约,避免引发生失信行为,而引发法律风险。 在P2P问题平台接连爆雷的情况下,相关部门采取相关措施,稳定市场情绪确实非常重要,尤其是中国互联协会表示,要进一步加大打击恶意淘费债等行为。 这一定显然至关重要,毕竟这种恶意淘费债行为,进一步恶化了网贷业的经营环境,放大了网贷业的经营风险。 这种恶意淘费债行为的无限蔓延,将会使得整个网贷业不断陷入经营泥潭,危及到整个网贷行业的生存问题。 此,必须与益从中打击。 这也是保护P2P行业,广大投资者利益的重要措施。 面对P2P平台的接连出事,有关投资者表现出一定的恐慌情绪,这是不难理解的。 在这种情况下,也确实需要有关部门采取有效措施保护投资者的利益,让投资者的利益受到保护,至少要减少投资者的损失。 不过,P2P平台的接连出事,对于投资者来说,也是敲响了警钟,投资者的利益如果因此受到损害的话。 这对于投资者来说也是一个教训。 虽然在P2P平台出事的情况下,投资者都盼望着相关部门能够保护投资者,但这毕竟是亡羊舞蹈之局。 实际上,对于投资者来说,最好的保护还是自我保护,将自己远离出事平台,远离投资风险,这才是最好的投资者保护。 那么,投资者该如何做到自我保护,学会自我保护呢? 个人以为,至少有这样几个问题,是投资者需要做到,或加以重视的。 首先,投资者要树立起正确的投资理念,面对高稀有或具有判别的能力。 与银行的理财产品相比,P2P理财产品收益相对高一些,但是也有一个稳定的区间值。 平均年化收益率一般在5%到10%之间,如果到约这个区间值,投资者就要小心了。 在这方面,投资者有必要牢记中国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对投资者的提醒,超过8%的就很危险,10%以上就要准备损失全部本金。 不能一味把眼睛盯着收益率或利息的高低。 必须要有风险意识,对于收益率太高的品种,一定要远离,只追求合理的投资收益。 其次,投资者必须对平台要有充分的了解,学会对平台的优劣进行分别。 比如平台是否设选自容,是否透明化运营,是否触碰行业红线,是否接入了银行存款,是否坚持小额分散原则。 第三方评级报告是否齐全等,如果平台设选自容,运营不透明,触碰行业红线,为坚持银行存款, 为坚持小额分散原则,以及第三方评级报告,并不齐全等。 这其中的任何一项存在问题,那么投资者就要远离这样的P2P平台。 更不要投资这类平台所推出的P2P项目,因为这种平台的运作是不规范的。 这种平台的出事只是早晚的事情,因此,远离这种平台,就是远离风险,就是投资者最好的自我保护。 此外,投资者如果不幸遇到爆雷平台,要第一时间拿到投资凭证,作为维权依据,并尽快与平台帮进行对接,或与其他投资者其主管部门取得联系,积极进行维权。 这其中尤其需要注意的是,如果投资者参与的是合规平台的投资,这种合规平台其撮合的债权关系,是直接建立在投资人和借款人之上的。 那么,这种合规平台,即便由于某种原因出现了问题,但债权关系仍存在于投资人和借款人之间。 从法律上看,出借人仍然有权依据借款协议,对借款人进行追查。 在这种情况下,投资者更需要进行积极的维权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闻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